大家好,我是一木,欢迎收看秀花新奇的节目 本期秀花我们来到了江西一位花友的家里 走进她的家,来看看吧 一木老师您好,这是我们家的发财树 我把它放在靠近阳台的地方 朝南的阳台 阳台上摆了两颗长寿花 空调上面放了两颗绿螺 底下是一颗红掌,水培的,养了小金鱼 电视柜这边我放了一方分顺,秦叶蓉 烤了最爱的尤加利 还是水培的,一方分顺 玄关地方放了天堂鸟 这边摆了一盆野门铁,没有什么自然光 靠近西边我放了一盆土培的,一方分顺 还有一棵小树,这是我儿子种的 一木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我发财树是不是有点缺少太阳了,阳光 好的,视频看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里养了几盆花 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整个花看上去 感觉很温馨的感觉 我相信他肯定是带着这种爱 布置了一番 我觉得布置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问题也是有一些 下面的一幕就给你指出一些问题 你可以借鉴一下 首先说一下你的疑惑就是关于发财树的问题 因为一再的给大家强调 所有看我视频的话有应该经常会听到 我总告诉大家 发财树是一种典型的洗洋植物 绝对不是洗阴的 虽然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商店里面 摆了一棵发财树在他的商店里面摆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你去逛超市或者逛商场都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你可能觉得他是不是洗阴的可以摆在室内 其实不是 这个发财树他们摆在店里无非就是说有招财之意 但是他是把它当做消耗品的 把它养在店里 大概一年左右就挂了 挂了之后再换一盆 这个也没有很高的成本 对吧 摆在店里可以摆一年 但是我们家庭养就不一样 我希望他能长久的养的很好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发财树肯定是需要光照的 所以你问缺不缺光 肯定缺光 你摆在电视机柜前是没有阳光的 那第二个你说说需不需要给他换盆 因为告诉你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发财树本身就是一种浅根系的植物 你经常可以去花鸟市场或者是网上你买发财树 很大一棵都用很小的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浅根植物 它根系长不了多深的 所以你不需要给他换盆 给他试一点肥料就可以了 然后搬出去晒太阳 如果你想养的更好 一定要晒 如果长期不晒太阳的话呢 发财树会有什么问题啊 应该们给他说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叶片会慢慢的从翠绿变成黄绿 最终变黄掉落 大面积的掉叶 第二个呢 哪怕不掉呢 叶片也会变得很薄很薄 容易变薄 这都是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发财树 应该给你的建议了 下面应该还给你提两个建议 第二个就是 你的这个秦叶蓉啊 你的秦叶蓉呢 是摆在电视机柜上的 我应不也是看得到 但应不告诉你啊 秦叶蓉啊 也是一个喜阳植物 不是喜阴的 如果长期摆在这个位置 你家里的这个位置没有阳光 养着养着 你会发现它会掉叶子的 而且啊 它从下面掉 往上掉 越掉越多 所以提醒大家 切叶蓉一定要晒太阳啊 它是一种蓉树 肯定是需要阳光的 此外 尤加利啊 它也是一个喜阳的植物 尤加利啊 它是一种安树啊 是典型的喜阳树种 不是喜阴的 长期养在室内啊 也是养不好的 生长缓慢 还容易掉叶片 那这个樱幕呢 也提醒你 好了 这期秀花到这里就告一段路了 如果大家想参与秀花节目 可以私心樱幕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